屏東縣議員陸越交和紫摩勒塞 接獲馬家鄉三河村民的陳情 7號協同環保局、社會處、地震處等相關單位 突襲位在馬家鄉三河村的廢土場 稽查是否有任何違法的行為 到來這裡的這些貴土是真正的是合格的嗎 為什麼要蓋個養老院為什麼一定要買這種土呢 不是平平的就好了 原先這個就是平的嘛 為什麼需要這樣再挖呢 針對當地居民的疑慮 以及原本要設立養老院 而將農牧用地變更為特地墓地事業用地 現在變成廢土場是否違法 議員要求相關單位提出說明 縣府也作出回應 105年的時候就是有一家開發公司 有來詢問這塊土地的事情 那我們有發現說 它已經就是賣給別人了 那依照我們設立許可辦法 他有18條有規定 他如果是全部規模已經收受 廢嫁給別人的話 那我們就是你當要廢止他的許可 如果說他今天這個使用是在去年廢止之後的話 因為廢止之後 他如果沒有來原來的用途 已經不能夠再去使用了 那如果說他沒有後續沒有再提出一個 變更 變更編定的一個 一個看是變為什麼用地的話 沒有提出來的話 其實他的土地上是不能夠做這樣的使用的 慧堪討論的會議上 業者也來到現場 認為他的行為並沒有違法 所以我第一個階段只做整體 我任何的動作都沒有做 第二個階段 這跟議員報告一下 第二個階段 我們要去做後面新辦計劃的部分 會經過縣府這邊 全部都申請合格之後 我們才會去做第二段的訪問 當地族人表示 業者過去就有違法清道廢土的潛力 希望縣府立刻讓他停工 並把廢土移走 最後會議決議以區域計劃法 懲處業者將處六到三十萬的罰還 可連續開罰 並且須把廢土移走 記者巴朗皮諾瑪加成不道